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从这个第二章开始我们讲图表的叙述法 我们来讲这个图表叙述法 那我们在导论有讲 设计是安排汇种一组资料 我们主要是要把这个 资料要产生我们要的资讯 统地产生我们要的资讯 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首要的目标 首要目标是要做这个事情 那母体的sample这个也是 这个在我们第一章都有讲过对不对 那这些资料里面呢 通常会有一些变数 它有一些值对不对 像老师刚刚讲的变数就是男啊女啊 男生女生 交易被 这个都算是一个变数对不对 所以一个母体的样本里面有一些变数 我们通常用XY例来表示这个变数的名称 然后它有一些值 value 这是变数可能的观测值 那统计考试的成绩可值可能介于0到100 好 好 那DATA呢就是你观测到的变数值 比如说学生10个续统考成绩 我们就达到6 7 7 4 8 3 9 3 5 5 4 8 8 2 6 2 对不对 好 那同学要当要当谁 好像最低的应该是吧 如果有同学要被当 那老师打成绩可不可以93当了 48不当 当然不可以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资料 我们做统计的时候有所谓的区间的资料叫Interval 然后另外一个叫明目资料叫Namina Namina 那另外一个顺序资料叫Ordinal 三个 那这个 成绩的资料应该就所谓的Interval 所以我们如果要做统计 0到10分的 11到20 20到30 或是说50以下的 好 50到60的 60到70 70到80 80到90 90到100的 好 这个都所谓的区间的资料 对不对 好 这个就所谓的区间的资料 那明目资料就是说 哎 这是学生的资料 对不对 那老师就想知道说 到底男生的成绩比较高 还是女生的成绩比较高 好 那这个明目资料就可以有性别啦 这些都算啦 对不对 好 性别啦 还有 到底是住在陶影的学生成绩比较高 还是住新竹的 好 陶祖苗都有 对不对 我们学校就是陶跟祖最多 对不对 好 那如果到扬美那边去的话 大部分都会来明星来读书啦 明星离扬美还不算远 桃园市也不远 好 也不算远 好 苗栗也不远 好 所以这个明目资料通常是指这个 男女 好 到底有没有结婚啊 对不对 marry啦 是不是已经married 好 naminal 好 naminal 那顺序的资料呢 好 比如说顺序的资料 比如说 丁国商老师来上同学的统计学 对不对 那我很努力啊 在教啊 我也很努力教啊 对不对 有的同学不满意 也有不满意的 也有很满意的老师 我曾经教一般的课 下来同学都够打5分5分5分 结果他们说 老师我全部都打5分的时候 系统说不行 系统说不行 一定要打几个4分了 所以我就得到4.7的高分 我吓一跳 我说同学对老师这么肯定 然后他们还跟老师讲说 老师4.6 4.7系统的极限 因为你要打5的时候 系统不让你打 对不对 那这个顺序的资料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是List 我们可以把满意度 可以配成一个顺序的资料 这个非常不满意 满意 非常不满意1啦 满意2 这个普通满意 非常满意 什么什么一大堆的 就可以配成5等份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顺序的资料 一定要资料 这一定会考 而且它非常的重要 你们做统计的时候 一定要搞清楚 什么叫做区间资料 什么叫做明目资料 那么呢 什么叫Ordinal 什么叫Interval 这些 这三个是非常的重要 那区间的资料呢 我们一般叫Interval 它是实际的数字 比如说量身高啦 体重啦 是不是 好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 有一个人讲说 过去10年 台湾的儿童的这个平均身高呢 要比 就是这10年都有在增加 假设有人讲这句话 你是不是用统计来证实说 这句话是对的 你怎么证实这句话是对的或错的 也是要做统计 对不对 那身高的资料就是所谓的Interval 因为身高跟体重有时候会 点1 点2 点3 你要去做这个统计 不太好统计 比如说我刚好要统计77公斤了 78公斤了 没有意义对不对 我们通常会设定一个Interval 的资料说 几分到几分的 身高到身高的 到底有几个人 对不对 好 这个都算是 那我们也称此类型的资料 就是属于量的 叫Quantative 或数字是Numatic 那明目的资料 就是老师刚刚讲的 就是 已婚啊 我们会给他一个代号 就是1 对不对 单身1 已婚2 已婚3 冠冠 冠冠就死了账户死了 死了太太了 对不对 那叫冠冠 就是士 对不对 所以你们刚刚看的 那些统资料 有的是1 2 3 4 为什么1 2 3 4 都用代码了 懂吗 对吧 都用代码了 都用代码了 那这些不是数字哦 这是它的代码哦 懂不懂 所以这个明目资料 它是属于子的 Qualitative 它不是Categorical Categorical 应该是这样念吧 Category 这个是 名词是Category 形容词 Categorical 应该一般是这样念 这个 如果后面是 重音在后面是 应该是Categorical 重音在后面这里 1 2 2 Categorical 应该是这样 那如果是类别 它属于明目资料 通常是属于子的 类别 这些都算是 男生或女生 性别 Gender 是不是 那有一些是顺序的资料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要填写 这个满意度的程度 对不对 好不好 普通 良好 很好 非常好 就1 2 3 4 5 对不对 这叫顺序的资料 odino 那这个odino的话 一般来讲 这1 2 3 4 5 都通常不能做加紧乘除 我们只能算它有几个 几个 这是count 代表资料的编码 这些1 2 3 4 5 除了代表顺序的资料的编码的话 按照顺序是有意义的 这不能乱改的 数字越小越不满意 数字越高大肥越满意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个意思是这样的 那各类型资料的计算 老师讲说 男生或女生 男代表1 女代表2 请问一下1加2除以2等1.5 有什么意义啊 没有意义 对不对 没有意义 所以你不能随便做计算 那顺序最重要一点 就是资料值的顺序 因此唯一被许可的计算 就涉及排序的资料处理 顺序资料 odino 那资料类型的定义跟层级 通常我们就把它整理到下面来 区间的资料通常是实际的资料 所有运算皆是有效的 资料可以被视为 顺序或明目资料来做处理 那顺序的资料必须是 以资料的顺序来呈现 立即排序过程的运算是有效的 资料被当成明目资料 但不可以当成区间资料来做处理 好 比如说满意 什么不满意 满意 什么好啊 非常好 非常满意 非常好 好 好 怎么说 12345 那这个不能做这个计算 它可以来做这个排序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当做区间资料处理 那明目资料所代表的 类别的任意数据 是我们给它的编码 这个是不能乱运算 对不对 比如单身代表1 已婚代表2 3代表什么离婚 4代表官寡 就是代表死了张或小儿子的 死了张或太太 这些都不可以 对不对 那我们的明目资料的描述 就是 对每一个只出现的次数 或计算它出现的百分比 好 我们来做运算 好 那刚刚老师的做了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CANK 技术 对不对 好 我跟那到底是出现 1的比例是多少 2的比例是多少 好 好 这个都可以 是不是 好 我针对男生或女生 如果我不针对男生女生 我只针对说 投给这个1的比例 跟投给2的比例多少 好 对不对 好 那当然就是可以算出它的 好 那这个1 2比例呢 是代表 1 2是高尔 一个叫布虚 对不对 布虚 一个高尔 一个叫布虚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也不 1跟2 这个也不能做 做计算 它是所谓的明目资料 好 我们可能只能做次数的分配 好 好 等等 好 好 201年GSS 的工作状况 好 我们要调查说 一般的人 他的工作 嗯 他是全职工作 兼职工作 暂时没上班 失业 还是退休 他还是在读书 还是他在家里做管理 好 做家庭职务 还有其他 好 那同学你们可以像老师这样 好 你可以找这个档案到底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好 那老师的光碟片是把它放在这个随痕碟 写着统计学这里 好 那你们可以去找看看 好 找看看 好 我们就得到说 诶 这个档案是在这里 好 所以呢 他工作的状况里面呢 这个每一个ID就是一个样本啦 对不对 然后我们去调查他年纪几岁 他是男生或女生 RACE 他就有RACE RACE CAT1 CAT2 MATRITO MON 这我也不知道 我查一下再跟东西讲 好 这是他的收入 Income 这就对了 好 一样 同学可以做 透过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就可以很快去做统计出来 好 是不是啊 嗯 好 这个是一个换例 所以我要调查这个 呃 呃 坚持的状况 全职的到有几个 那他使用的编码呢 12345678 记录者 前150个观测值列出来 哦 所以他这个观测值是在 嗯 我看一下他好像是 应该有另外一个资料表 是不是 没有 有另外一个 变数名称叫 Workstate Workstate 就是工作的状态 WRKSTAT WRKSTAT 有吗 WRKSTAT 你们同学可以帮老师看一下 哦 在这里 哦 所以他有编码到9个 所以同学这里 到底我们要统计 那到底 工作状态是什么 对不对 WRKSTAT 好 所以呢 你们就一样很简单 对不对 好 同学 你们大概想知道说 到底 我们用ID来当做这个字数 你这样选插入的枢纽分析表 我们选插入进来 对不对 好 那这个ID呢 我们把它选到这里 我们不是要做加总 我们告诉他说 我要做这个 我要做这个项目的个数 Count的技术 那我想知道说 到底 Workstat 帮我看一下哪一个 WRK 什么Status 叫他的工作状态 是这个吗 是这个吗 好 你们就选这个 好 WRK STAT 好 WRK STAT 就这个 对 好 那这个就是我要想要列 到底是 我想说知道说 到底有多少人 在目前什么状态底下 对不对 好 我可以把它都当做蓝标签 这样 好 各位就会可以知道说 一代表什么意思 一是全值的 对不对 二是尖值的 所以全值兼值的 蛮多 五的是什么 五的是什么 退休的也蛮多了 对不对 上学的这些都是 所以我这样很容易就把它算出来 对不对 总共什么什么什么 那当然呢 这个 你可以到时候 你再用编码的方式 来叙述说 这是全值的 这是尖值 有没有问题 那你可以对它做一些长条图啊 圆形图做资料的废整 对不对 好 好 做出来就是类似这样 编码是12345 全值工作是吗 好 那我的次数是 分配的次数是912226 9162626 9122626 91226 当作业 还是我们最后一堂课给他们练习 当作业 在课堂上练习 作业也不用拿回家 在家里 在这里就做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给你们在这里做 比较不会那么无聊 都听老师在胡扯烂扯 对不对 听到想睡觉 ok 好 那这个长条图 我们希望你们做出来 大概就类似这样 好 给你们做这个统计图 对不对 好 Bot chart 好 我们做Pi chart 好 是不是啊 好 Pi chart 好 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各个来源 比如说这个是XM02 对不对 那我们了解各种使用各种能源的 消耗的总图的总量 好等等 好 好这个热源 好这个也一样 你跟老师刚刚讲一样 你搜寻这个档案 好 搜寻到以后呢 哎 这个也是相同方式 做一个统计 对不对 石油的热能 天然气 好 就是说目前所用的能量 我们做 去做个统计 太阳能最少 太阳能最少 很可怜 是不是 好 这个也是一样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描述顺序没有特定的图示资料表 好 所以说当 我们要描述一组 一组顺序资料的时候呢 我们把资料 到底喜欢高尔的人比较多 还是不惜的人比较多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好 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阅读这个月报读者的意见调查也是 那各位同学你们做网路的意见调查的时候 现在常用的方式 都是用Google的这个表格 让人要上去填 对不对 好 一般最多的是这种方式 好 好 所以 我想我们这个课程呢 好 也是希望同学去做一些简单的问卷调查做统计 好 所以这个就会以分组为单位让同学去做 对不对 有人设计这个表格 有人设计这个问卷 有人分析资料也做统计 好 好 那同学 为什么有的做要分组 他的目的就是让同学跟同学之间你学习怎么跟人家做团队合作 其实还蛮重要的 所以老师一直都没办法想出一个好的方法 你们在这一组里面如果有人都不做事的 老师也给他相同的分数 这个都是错的 对不对 所以怎么让同学说 不做的老师看得出来 你们又不要做坏人 比如说五个人有一个人都不做 除非那其他四个人都说这个人不做 要不然每一个人都爱以前面都不说 对不对 那理论上五个人只有四个人在做 老师把五个人的成绩应该播给大部分给四个人 那这四个人分数应该提高 最不做的应该被当掉才对 对不对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好 那阅读的样本中的每一位阅读的报者呢 读者都被要求回答 你是看哪张报纸 对不对 那你是邮报 比如说环球邮报 post newspaper 星报 太阳报 那有的是蓝领工 你看报的人是蓝领或白领 对不对 工作者还有专业人士有三种 同学要记得喔 在美国的话 你去做蓝领工作者很辛苦的 比如说我去挑这个劳力工作的 他的薪水往往很高喔 反正你做办工作的薪水都很低喔 常常差很多对不对 你以为在台湾好像不一样做劳力的 薪水很低 做白领的现在也很低喔 不知道谁在高我会搞不清楚 对不对 好 那最后这个编码呢被储存在XM02-04 所以这里有好几个换例呢 老师等一下就可以分配喔 其实你们不要每一个都做 对不对 好 每一个人都做不一样了 好 老师在这个Ecampus里面呢 我可以去分配喔 有的做04的喔 这能量是 这是 EGS12 有好几个资料啦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喔 这是邮报的喔 做他比例喔 好 男性女性的选民会有不同的政党取向吗 一般女性比较偏向民主党 男性比较偏向共和党 哪有这些调查中 男性女性皆支持民进党 剩民进 民主党 不是民进党 剩过共和党 这说明2008年选举的结果 好 这是 啊 讲的 我们常常想要回答一个问题 我们常常 就要用统计的方法来 这个说明这个东西 各位同学 大概明年就开始又有选举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如果会统计喔 事实上很吃香喔 你怎么去成立一个民调中心 哇 很多人 我们发布我们的自己的民调 对不对 所以老师在气管系里面 有一个很屌的想法 就是我们在气管系 成立一个民调中心 然后来到那边接一些 产学合作的东西